hello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红龙柜鱼,西匙黄学习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试魂2代的高手对决 一批真牙神,二批斗路律堂 那这个斗路律堂选择是二批 他选择是带来挑人犬的美国忍者加尔普特 那一批真牙神使用的不是牙神了 是选择了是来的我们叫做大炮 来的欧洲的青石团团长 圣青石团团团长 叫做莱希度 开炮,下中角之后再次用开炮做一个取消 弹指是给反波的 哎,鸡腿来了 后退一下,再吃一个鸡腿 那在试魂2代当中 这个背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光神的这哥们 这个快递大哥呢,要扔出来鸡腿 这个鸡腿是要扔给这个鸡鸡进攻这一方了 如果是总是防守的话,他会扔给你那个地雷 加尔普特,你要想把他玩好,你必须要会一个直律头取消 好,开炮吗,真的是开炮魔血 这里是可以是一个假炮,可以是一个女炮 但是真炮的话,他这个出招会比较慢 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 是开假炮虚晃一招 如果对方选择起跳,你可以再次用一个跳鸭做一个取消 那刚刚是对方已经没有血了,防不住这个假炮一个低段摸血 有,鸡腿来了 大炮眼睛看着鸡腿在眼前,没有办法吃到 前冲动刀取消,下冲腿 好,他下冲动刀再次取消,再中刀 这是一个上级技巧 这招你必须在下中刀第一时间用这个直律头做一个取消 你才能出来这个第二个中刀 不然的话你收招硬直时间会太长了 好了,大炮吃这个鸡腿 加尔普特怒满,跳中刀 是压一个逆向,跳清拳是可以截跳 好,滚吃鸡腿,这里是满怒气 看到没有,大炮直接用假炮 虚晃一招,下来骗头一次 假炮 空跳中刀几号 大炮不断用一个跳清刀做一个压制 哎呀,跳中刀打一个逆向 判断失误 大炮判断失误直接被勾了一个跳中刀打一个逆向 那加尔普特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呢 他现在已经是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提升了 好了,我们再回到比赛中,跳中角 前冲高取消 下清腿之后马上再用前冲取消指寸头 这招可以说是加尔普特的杀招 他这个下清脚之后再用前冲取消指寸头 很难做一个反应 哎呦,这个怒满救了他一命 变小人是为了防止对方来抓他 而且可以干扰对方的决斗 跳中角 跳中角 只跳清刀是可以压 呦,怎么办 哈哈,加尔普特比较聪明 下清脚两次得一个硬之头 中刀吗?没有赶出来 咱们打起来,下中刀 那么加尔普特还有一个闪身 就是可以 无视对方一个条鸭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忘了 前面这种鸟是可以 破对方蹲防的 大炮近身中刀 咱们打 后调中鸟 破蹲防 还有7秒 开炮魔学大炮 4秒怎么办 又被开炮魔死 感谢大家 喜欢似乎人家 请点击关注 点赞,留言,转发,支持小鸟哥 那咱们下次见吧 拜拜